这菜单我们写完了 这菜单其实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功能的是吧 它只负责跟用户去交互吧 给用户提示 接收用户的信息 然后我们具体的功能 是不是这里好多个 要做哪个呢 我们先做第一个 第一个很简单 打印这个 打印这个什么 商品的信息吧 就是商店里面的所有的商品 我现在只是这么简单的打印一下 这显然是 是不合适的 我们这个公司的商品 是不是以后可能经常会添加的 你今天只有这四种商品 可能过几天我们可能有40种商品的吧 那你不可能老去改这个代码是不是 对吧 不可能老去改这个代码 那我们怎么做 我们先想一下 这个事情怎么做比较好 你这个商品啊 应该是有一个地方记录的 对吧 应该是有一个地方记录的 而且你这个商品可以不断的去增加了吧 可以不断的去增加的 然后也可以去修改吧 就是这个 你们公司的所有的商品 就相当于一个商品池 这个池里面的商品可以不断的增加 还可以不断的减少 还可以去修改吧 然后也可以去显示是吧 所以你会发现啊 就是这个事情 应该把它封装到一个 类里面 这个类里面应该有一个数据结构 用来装商品是吧 对吧 应该有一个结构用来装商品 然后这个类还提供好多的功能 来操作这些商品吧 比如显示这些商品 修改这些商品 往里面添加新的商品 是吧 是不是应该封装一个类 这就是所谓的面向对象的思想啊 好那我们来写一个类 专门用来处理这种商品池 那OK 你应该新建一个类 这个类用来处理商品的 那就叫做product 叫做management 可不可以 商品管理去吗 叫商品管理这么一个类 商品管理 那这里面这个类 这个类的功能啊 此类的功能 一 保存 所有的 商品数据是吧 第二 提供 操作这些 数据的 方法 可以吗 那 你要保存所有的商品数据 那你用一个什么样的 变量来 保存呢 用一个什么变量 是不是用个array list 比较方便 OK 那你应该来一个array list 里面装的是什么类型的东西呢 商品 商品应该也是一个类 是不是比较合适啊 因为商品有名字啊 id啊 价格呀 可能还有购买数量是吧 是不是有好多属性啊 所以 你这里面应该放一个什么 product 但是这个product有吗 没有的 是你自己定义的一个东西 那你可以先写着嘛 然后来一个 pdts 而且我一开始就把这个list 是不是构造出来 另外一个array list 先构造出来 只是里面没东西吧 但是这个list 是不是构造出来了 可以吗 好 那这个东西报错了 这个报错了 你把鼠标放在这 它有提示可以导 因为我们以前是不是写过这个product的类啊 别的包里面吧 我决定不用原来的行不行 我们先写一个好吧 搞得太乱了 我就在这个里面弄一个product 我再来一个什么product 你注意 你看这边还报错吗 是不是里面不报错了 因为这个类存在吧 存在 OK 就这个类 那这个商品里面 我们可以把它先定一下吧 商品里面应该有些 什么属性 应该有ID吧 ID 现在我们说了 这些属性从此 不会直接给外面暴露的 全部把它修饰 为什么 私有的吧 私有的 那就private 使均 比如说ID吧 product ID 可以吗 private 还有使均 product 内 还有private float price 还有private int 购买的数量 是吧 可以吗 OK 好 其他当然还有很多 比如这个商品所属的类别 是不是也有 它是日用品还是什么 是不是也有这个属性 只是我现在 我的业务里面 是不是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 那我就可以不写吧 就可以不写 我就写这么写 但你这么写的话 将来有人根据这个类 去构造一个商 具体的商品对象 他能把这些数据填进去吗 填不了 因为他引用不到这些变量吧 他引用不到这些变量 引用不到 这个能理解的吗 因为你是private嘛 对吧 那别人要往这里面填数据 该怎么办呢 你是不暴露一些public的方法给人家 那让人家去调这个方法来给你去复制吧 那是不是要生成那个set方法 生成set 然后人家要取值 又要拿什么get的方法 而我说这种setget 如果你没有特别的需求 是不是可以用eclips帮你生成啊 反正都是个死代嘛 是吧 都是个死代嘛 那我就让他生成吧 我就拿着写啊 get generate get 现在我可以select all了 因为get也要生成 set是不是也要生成啊 走一把 他就给你生成了 你看 比如说你看这个get productid 是不是帮你把这个变量名的手写这么大写之后形成这个名字啊 然后里面返回的就是这个内部的productid吧 set productid就是你传一个东西进来 他就帮你填进来填到这个变量上嘛 可以吧 下面的每一个是不是都是怎样 这个有没有听不懂的 听不懂的给我举手啊 都听懂了是吗 好 ok啊 好 你现在写了一个商品类 现在我们商品类是个小事 我们关键是要写这个商品管理类吧 这商品管理类 我说一方面要封装所有的商品数据 我们公司有哪些商品 是不是在这 然后要提供操作这些数据的方法是吧 这操作数据有哪些操作数据方法 比如说你往这里面添加行不行 你要添加商品 那我就可以写一个方法 popular一个 添加商品 人家掉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需要返回什么东西给人家吗 不需要 我把它添加进去 是不是就达到效果了 不需要返回什么 那我就v void 就是add product 当然要人家传个什么给你 product 所以我传一个商品对象给你 你就把它放哪去 所以放到这个list里面去 对吧 你就把它放进去就好了 那就this.pds.add 是不是添加了一个商品进去了 人家掉一次是不是添加一次 掉一次就添加一次 可以吗 掉一次就添加一次 好 再来 还有什么要 还有什么需要提供给别人的 还有什么功能需要提供给别人的 还有什么 是不是展现 展现吧 展示出来 展示出来就是打印呗 打印 打印这个好说吗 哪一个方法 需要返回值吗 打印不需要 是不是就是打印是一个动作 是一个动作 不是一个数据吧 是打印是一个动作 我就把它打出来嘛 那就public void show pro dux 可以吗 show products 而且这个也不需要人家传什么参数吧 我就把这个数据全部打印出来嘛 那我这里面怎么写 其实这个list我们说可以直接打是吧 直接打 直接打 但是你这个list里面的对象 装的是不是product 它就打不了了 打出来就是个内存的地址 那你还是可以用一个什么 负循环是吧 负循环 那我们用个负循环给你写一下 负 负什么 int i等于零i小于 小于什么 你打的是谁 你是不是打的是这个对象上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他的size 小于他的size 然后呢 i 加加 然后你就帮他打呗 c是 out get i 当你这个是不是打那个product的对象 那是不是你要把里面东西拿出来打 点 点什么 点 get 什么 商品id 商品名称 商品价格 商品数量 是不是把这个数据一个个就拼啊 你这个拼是不是很麻烦 我告诉你怎么做更简单一点啊 我原来跟你说过 你在这个里面填任何东西 其实他都打的是一个字不串吧 那你要填一个product的对象 这个里面是不是好多product 你刚才是怎么写的 pdts.get 是不是就是一个product的对象 你要打这个product的对象 他也是把你这个product变成 字不串 那他怎么变成字不串的呢 他是调你这个对象上的一个方法 叫做突 突死菌 他会把这个突死菌调完之后 你的突死菌会返回一个字不串给他 你返回的是什么 你返回的是什么 他就帮你打什么 所以打成什么样子 是不是可以由这个对象的突死菌来决定啊 那这样一来 你就没有必要自己在这里拼了吧 你只要在这个product的对象上写一个突死菌方法 是不行的 那你在这边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打这个对象了 好吧 好 这个事情我先给你写个测试啊 我先不在这个里面用 我现在这里是不是有一个product的类 我写一个测试啊 我就来搞一个product的打一下行吗 看着 main 我随便写一个测试 我另外一个pro product 这是哪一个 你别捣错了包 我们product是不是好多啊 是对零五的效果里面的是吧 是这个啊 p 是往里面放东西啊 p.set 比如说number5 p.setid 是pdt1 行吗 然后p.set name 比如这个肥皂 是吧 然后p.set 价格 是五块钱 三块 两块钱一块 行吗 是不是搞了一个对象 你现在帮我去saysout一下这个p 你觉得是个什么 是这个对象在内存中那片存储空间的地址吧 我好像我给大家演示过了一下 对吧 其实演示过了啊 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好吧 你看 走 是不是打的是 前面这串是不是你这个对象所属的内 后面这个就是你的 叫哈希扣的 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在内存中的地址吧 好吧 是不是没有达到我的效果 我的效果是要 打出这个对象里面的那个数据吧 那你可以这么做 p.get id 是不是自己去拼一个字符串 比如来个逗号 来一个p.get name 来一个逗号 再来一个什么 比如p.get price 是不是自己去拼啊 你拼吗 你想用逗号拼也可以 你用杠拼是不是也行啊 你可以吧 但是我说你在这里拼来拼去的很麻烦 你直接打这个p.get就行了 但是有一个前提是 你这个p.get上要有一个什么 一个突死菌方法 因为他打你这个对象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掉他的 突死菌 你看这有报错吗 没报错 这个p里面就有这个突死菌 有同学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product有这个突死菌方法吗 没有 它是 它是在负类里面继承下来的 只是继承完没讲吧 它是从负类object类里面继承下来的 任何类都有突死菌这个方法 知道吗 加瓦里面 任何的类 都有这个突死菌 因为它的老祖宗object有突死菌 只不过它那个突死菌 是它内置的逻辑 返回的就是一个什么 对象的地址 所以你这么打 是不是打出一个地址出来 你看 再打一遍 是不是还是这个 这个突死菌你写不写 都是一个效果吧 因为本质上就是打他的突死菌 突死菌这个方法 是不是返回一个值的 死菌吧 你也可以把它这样写 是不是返回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你打的是谁 擦擦 是不是一个意思 就是说这个方法是不是有返回值的 是一个这个方法一执行 它产生的效果 就是一个数据吧 一个字符传数据 所以你可以这样写 懂这个意思了吗 好 那现在我想改变它打的这个结果 那我就去改什么 是不是改这个方法就好 改这个方法就好 那我们就改一下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在哪改 是不是在这个product的内上面就改 因为你这个p 不是product的产生的吗 是吧 那我在这个里面就写 我在这里 你在这个上面写一个突死菌 它就可以把它老祖宗那边 继承下来的突死菌给覆盖掉 知道吧 是不是你自己写了一遍 你自己写了一遍把它覆盖掉 突死菌 那就是public 是不是返回一个死菌档 突死菌 然后呢 没有什么参数吧 然后你就return一个 字符传是不行了 那你想拼成什么样 是不是你自己拼了 我是不是想打一个id加名字 加价格加数量 那我就return什么呢 rester p 如果duck的id加 逗号加rester什么 product name加 再来一个加rester什么 product price 再加一个逗号 再加一个rester 那么 有人一调这个方法 是不是我就返回一个这样的字符串给他 他是不是肯拿去打印了 他拿去干嘛是他的是吧 反正我返回这个给他 ok 所以你再来看 我搞一个对象 我来打这个p 打的是不是就他那个突死菌产生的结果 就说你要写权了 就说你要写权了 是不是就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是不是产生一个字符串结果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外面来返回一个叉叉 然后你在这打叉叉是不是一样的 哎 可以吗 可以吗 来走一把 看到吗 好 有同学在这里 很混响 他就喜欢在这个里面 在这里 去 cassout 你要在这里cassout 那你是不是打了一遍了 我在这边 掉下 你是不是就打了一遍 然后你还返回了一个东西给我 然后我又打了一遍 那有用吗 好 有同学就这样写 那我就不返回 不返回 那这里写个什么 墨域的 然后这个return还要吗 不要了是吧 好 不要了 那我确实可以掉你的方法 八百个位的初识菌 这都不能这么写 因为我们这个负类里面 负类里面有那个识菌是吧 好吧 但是你看 我不叫图识菌 把名字改是吧 对 我比如说叫个识菌二行吗 好 你看 这种写法和 这种写法 我返回一个识菌 是吗 然后 我不是打印 是return 你告诉我 这两种写法到底有什么区别 这样写好吗 这样写好不好 可以是可以 我在这边掉谁 图识菌二 他没有返回值吧 但是我一掉 他是不是确实会打 确实打了吧 还有一种是 我不是掉这个图识菌二 比如说我掉的是批点图识菌三 是不是有个返回值的 然后我自己来打 你看我自己来打走 能不能达到效果 也能吧 那我问你到底是哪一种好 这种好还是这种好 哪一种好 我问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我看你们的想法是不是跟我不一样 梦令雨 梦令雨还是梦令雨 梦令雨是吧 你说一下哪一种好 你觉得二好还是三好 三好是吧 为什么理由是什么 看起来好看是吧 OK 看起来好看就是一个道理 真的 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一定是好看的 一切的好的东西一定是好看的 它不好看一定不好 或者不好看90%都不好 这个宇宙就是个美的 当然这个理由不够深刻 我们还是不要太太关注颜值 还是看到深层次的东西 大家再想一想谁有更好的理由 然后呢 你们我们现在还是在学初学 你就老喜欢打印 其实这个打印这个东西 对我们真正写程序有意义吗 他说没有任何意义的 知道吗 这个打印 我们为什么老在用打印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初学 我们想看那个程序运行的效果吧 就打印 也许我在这个程序里面 我想拿到你的突石菌 我并不是想去打印的 你写个打印 那我一掉是不是就真的打印了 我不想打印 是不是你也打印了 我只是想把那个字幕上拿过来 也许我拿过来并非行呢 也许我拿过来放到别的地方就存了 我只想拿到那个数据吧 打不打是不是我的事 你为什么要打 我一掉你就打 我不要打 你也非要打 看懂了吗 是吧 以后别再想去打 我们的一切都是 给我一个数据 我返回一个结果给你吧 你要拿这个东西干什么用 你要打印 还是干嘛 是不是你的事 是别人的事 你把它写死了 就打印 我说我不要打 我一掉你就打 我哪里一点办法都没有 是不是 我一掉 你是不是就打了 懂意思了吗 你应该是别人给你一个东西 你返回一个东西给人家 人家爱干嘛 是不是人家的事了 对不对 你不能弹其人家的名义吗 对吧 你不能弹其人家的意思 所以 以后别再什么东西都给我打印了好不好 打印值在什么时候有用 我想去看一下那个值 是吧 我想看一下那个值 我才去打印一下 否则我就不要什么打印 我是返回 听懂了吗 所以就别再这么写了 当然了 我们正规的写法是直接写那个什么 突实锌吧 public 实锌 突 实锌 然后 我是不是就返回一个实锌值啊 人家拿到之后 干 想干嘛 是不是他的事 我就return 我靠 我又白搞了 我又 我又凑回来 我把这个删了 把这个改成突实锌 是不是就好了 机制吗 机制吗 好 这么一来 我就直接掉你的突实锌 我想打印 是不是就打印啊 我想打印 我都不用写那个突实锌 是不是他就会掉突实锌啊 我也想拿来做别的 比如说我想拿来做这个事情 p点突实锌 我是把这个实锌啊 也许我不想打你这个东西 我想打你这个实锌 加一个 加一个 fuck you 我想打印这个 是不是也行啊 你要以前写死了 那你能达到我的效果吗 达不到了吧 所以是我掉你的方法 你给我一个结果就行了 你别在你的方法里面就打印啊 当然如果是真的需要打印 你是不是可以写啊 一切都不是死的 看你的需要 好吧 ok 那现在 我再来一下 cse out一下 cse out一下 p 是不是就能达到效果了 走一把 ok吧 反正我这里其实给你讲了个什么 突实锌方法吧 突实锌方法 就是 突实锌是一个用来拼装对象内部数据成一个自不串的方法 是吧 通常用来外部调用该方法是获取对象数据的拼接 自不串 我靠这句话 我是把自不串的方法反过来写一遍啊 就别人掉它 是不是就为了拿到里面的数据拼成一个自不串的那种形式啊 好吧 ok 我先把